數學語言其實是最難的 就是他講半天就講說 有一個數就小括號 就是小空格 我們把它弄個小四方形 加5你要先括號乘以2 減10等於30 這個數學語言就這樣 但事實上這數學語言你要注意兩個東西 一個就是小括號 小括號就是先 因為乘組是先 但是因為我們要加減是先做在一起的 那和就是加 在一起叫做和 那再加倍 大家講的加倍就是加一倍就是乘以2的意思 所以要翻譯 加倍就是加一倍 沒有特別講就是這樣子 那這裡面 大家用直學的想很簡單 但是瓜號加5乘2 你看你左邊抄一遍題目 故意加個10就是把那個減10加掉 右邊30加個10 兩邊同加30 那這個10跟10就消掉了 你看第三步 就小括號加5乘以2 等於右邊把它真的加起來 左邊呢就消掉 那現在再乘以2對不對 故意把它除以2 左邊也除以2 那為什麼除以2呢 因為它乘以2除以2就等於1嘛 右邊除以2就等於20 那就是小括號加5等於20 這第六步 那第七步呢就故意把它減5 那小括號呢 這邊加5結果就沒有了 那你右邊這邊輸 這種方法喔 才是叫做數學方法 不是用直覺去想 那是不對的 直覺想簡單的可以難的 就有困難了